商部区曾经是济南的 商业和经济中心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兴起 这个商部区可能越来越少人去了 那么最近济南市住建局发布公告 对济南商部区改造更新项目一期 也就是中山公园地块房屋 实施征收冻结 改造之后的这个公园面积将会翻倍 我现在是来到了济南中山公园 这里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也是山东省内目前兴建最早的 以公园命名的公共游览场所 它现在仍然是很多周边市民 非常喜欢的周末游览的好去处 那在中山公园扩建之后 它的面积将扩大一倍 同时还将兴建两个地下停车场等设施 济南中山公园地处济南老商部 历史悠久 但面积较小 只有46.5亩 周边片区内现存的建筑 不少是建国前后修建的民房 简陆陈旧 生活配套设施严重欠缺 居民要求改造的愿望非常强烈 这次冻结的中山公园地块内 有多座文保建筑 例如原皇宫照相馆 京三路近现代建筑 根据规划 片区内文保历史建筑 将予以保留保护 加固修缮 说的是保护建筑 应该是不会被拆 但是他们统一规划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具体的步骤是什么了 据了解项目东至尾四路 西至小尾六路 南至京四路 北至京三路 实时范围用地约92.73亩 总建筑面积 扩置约5.08万平方米 通过拆除一些 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建筑 扩大公园面积 挺好 面积倒了 比较好 现在这公园面积小 你们看 扩建大一点更好 肯定是玩的 到时候会设计到 肯定是比这 都环境更好一些 对吧 空间也大了 然后方便更多的人 来这里用碗 中山公园可以说 见证了济南的时代变迁 那么现在扩建之后 不仅这个公园的面积 会扩大一倍 而且相信周边的 这个老街和老商铺 也会更加的繁荣 我们也期待着 能够看到更好的变化